然后第一种是用index 当然你会发现index 公式的话相对的比较长 要一个全部把它做完不错 其实没有错误的话也不容易 再来就indirect 最后的话就VBA VBA的话我们刚刚就是可以 清除它之后把它丢过来 然后把它做切割 里面的话我刚刚讲过 思考的方向特别注意 就是你要丢的目的 就是这个范围 里面的话不外物就是for i 等于2到9 for j等于4到7 先确定你的范围 然后这个就是你要丢的位置 其实我们可以用sales idea的追栏来表示 等于什么来源 来源我们可以用range range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range 进去这个是2 2345我刚刚是用了那个方法 就是把它用假设这个地方 追减2 然后i是列 减掉2指的是它的列归0 所以第一次不用乘式的倍数 但是后来就有同学 蛮不错的 他说这个地方能不能写得更精简 其实可以 这边的话如果不写这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改另外一个方法 我用k来表示 k的话上个礼拜有写过 你看上个礼拜的k 那k的话你想说刚刚那一串不用那么复杂 你写个k就好了 那请问一下k是从多少开始 从2开始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 k预设值等于2 从2开始 有没有 然后呢 k等于2 下一个k等于3 那怎么k等于3呢 enter一下 k等于k加1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加1 它不会变3 不会变4 有没有 这个写法我们前面有写过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k就是从2开始 我们如果要抓的是这个储存格的话 那也可以什么 这边加一个range 千瓜糊有没有 然后呢 先跟他讲说 我在b栏里面 b栏and 特别有空格加一个空格 and的那个k 这样他就帮我抓到什么 抓到b2里面的东西 下一个变b3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话呢 执行一下 有没有 一样我这边有autofit 所以他自动挑南宽 但是这个多出来的 多出来就是跟刚刚讲的吧 所以你会发现用k的方式 好像相对程式有没有 比较简单一点点 两种方法都ok 所以其实程式的写法 可能不止一种 很多种 但是转格环 结果会不一样 但只是说主要 你这样写 会不会对你理解 比较有帮助 如果有的话你就记这种 如果刚刚那个方法太复杂 你也许可以暂时把它忘记 没关系 ok 所以我强调了 程式要越写越简单 不要越写越复杂 连自己都看不懂 那程式是不ok的 一定要把程式写到 连自己都看得懂 而且以后呢 你根本很直觉 就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那是最好的写法 直觉的 ok 你千万不要写一个 自己还要拐弯 还要拐很多弯之后才写得出来 那种程式是不ok的 我自己的习惯 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写得很辛苦 那种写法我就不教了 因为我连我自己都写得很痛苦 很麻烦的 我都很麻烦 那你们不就更麻烦 你们更不容易理解 所以我一定要想一个方法 我自己都觉得很简单 但你们应该不一定觉得简单 只是说相对应该会简单一点点 我是尽力而为 但是说真的 要把我所有的功力都传递给各位 感觉中间好像会有蛮多落差的 只是说没有关系 我也把它录下来了 ok 我有录下来 也许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听不懂没有关系 也许你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应该也许你如果有再继续努力的话 你会慢慢的比较听得懂 因为我听过蛮多同学跟我这样讲过 说还好我有把它录下来 不然的话 他们可能就又回到原点了 又都忘光光了 ok 尤其学程式是这样的 因为我学习历程里面 我真的就是蛮感谢前面有人可以 所以假设有做一点事情的话 真的对于程式设计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要自己找答案 自己找答案是最辛苦的 因为根本没有方向 那如果说 你们可以从这当中里面 自己再去慢慢的去当成范本 然后慢慢再去延伸 所以这个最后我们把这个讲完 一样 mid 然后把这个刮符一下 后面的话就是哪一个字呢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len 那如果我刚刚讲过 如果所d d前面有个前的符号的话 记得就不能用range 你不能打一个什么range range的d1的话 如果你是写成这样的话 他就永远都去抓什么 抓range d1 所以如果那个位置是永远固定 你可以写这样 但是那个位置 假如说有一个地方 是有固定 一个地方没有固定的话 或者是两个都不固定的话 你就要sales 如果一直都固定的话 你可以写这样 ok 所以这个写法 你就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sales 我刚刚写过 所以最难应该也在这里 括弧一下 固定在第一列 不固定在哪一栏 ok 就像写法 这个也许回去再消化一下吧 如果你暂时还是一下没办法吸收的话 后面99这应该可以 应该都一样 好 这样就完成 那完成之后 你可以把它执行一下 不对 少加二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多两个字 执行一下 ok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希望各位以后 在工作上 只要遇到类似了 反正你一定 你要熟练它 就是自己要找问题来练习 好像我刚开始学习也是一样 我不断 反正我不管什么 我即便没有问题 我要找问题 那就是不断的找练习就对了 然后每天呢 就有个想法就是 反正我就是不间断 就是要把它学会 就我刚开始学这个也学得非常辛苦 我学好久 我还是写不出来 我还是看不懂 我还是没有办法 ok 但是突然有一天突然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我发现 以前的方法都错 因为以前我都是一直在看书 一直看都没有动手 后来我发现我动手做了 我后来都不看书 直接写就好了 写不会下去查 ok 所以其实你要学会的话是先你动手遇到错 遇到问题 你去查 而不是说你一直看一直看 看一堆书之后呢 你都不动手 你永远都还是不会 后来我发现动手就对了 后来我根本我也很少在看书的 我遇到问题的话 也许我就看看网路Google吧 或者是说看一些其他书 看书的话也是挑重点 因为他就是一本像字典一样 不需要从头看到尾 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拿来查答案的 ok 不然的话像这种东西 真的那种书看起来真的是 没有人可以接受吧 写成那个样子 完全毫无感情可言 一点趣味性也没有 那这电脑书其实怎么会写成这样啊 怎么会有人可以把书写成那个样子 好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编排那个 布局啊也没有一些好像前因后果等等的 更没有那种男女主角的 蝉绵翡射的爱情 对那看起来当然是非常不愉快的 ok 不过这冲洗量就是工具 工具就是让你的工作变得比较快而已 那你剩下多一点的时间 可以去处理更多的事情 那这一题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后面还有剩一点点时间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最困难的一题 各位要点心理准备 因为最后一题就是这个326 这一题的话我们需要做出什么呢 这个需求非常简单 就是说呢 我希望呢 这边有一个下拉清单 当我点了这个下拉清单的时候 他帮我把 这个有点像左边右边 左边是来源 右边是我要查的 就是帮我把一般的没有 只要是一般的这个资料 搬过来 只要一般的搬过来 ok 而且是下拉清单 我看这边有没有做完 还真没有做完 这边现在还不会动 但是我要怎么让他可以动 选了其中一个 他就帮我把一般的带过来 二般的带过来 三般的带过来 像这一题的话 我这边有个参考答案 326 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 前面我本来是都先教函数 但是函数里面 你知道会用几个吗 if small index ifl 还没有 还要一个roll 还要在一个small 而且要大刮户 大刮户的意思是 你要执行正列 一定要按Ctrl去加Enter 然后呢 还没有结束 还要配合index 还要配合ifl 然后可以改用index 我后来发现 其实直接用VBA比较简单 OK 所以待会的话 上面用公式来完成 你们有兴趣自己弄弄看 我们直接用VBA算了 因为反而这个问题 用VBA来解 反而简单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因为我之前光交公式 我交到最后 我自己也已经头晕脑脏了 同学也头晕脑脏 后来交到VBA之后 同学说老师 你直接跟我交 交我们VBA就好了 前面东西我们完全做不出来 所以我说对 也对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复杂的事情 你反而用VBA 会比较适合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 你要针对你工作的 是简易还是复杂 你可能要做一个区隔 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 都一定要写程式完成 但如果事情相对复杂 也许我们就可以用对的方法来完成